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只跟一个人跑了呢 我们略过这些细节直接讲重点 怎么把握的保存成不同的版本呢 下来看看吧 当我们编辑完一份文档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进行保存 然后呢发给我们的一些客户啊老师啊 上级啊下级啊也好等等等等等等 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文件当中呢 你可以把它选择为定存为定存到桌面上 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保存有什么 保存类型有DOCX格式 这个呢你用的是office的2007 或者是以上比如2010、2013、2016的版本呢 都是DOCX的格式 当然如果你怕别人电脑打不开的话 你还要顺便存了DOCX格式之后 还要再给它另存成为我们的第二个 DOC格式 它是过的97到2003的文稿 但是呢我一直在提倡说全民审美从TPTX开始 那还有我一直在提倡说 这样大家能用新不用旧 用新的软件呢给它的效率高很多 所以呢我们可以 也可以把它定存成DOC 这样的一个格式 把两种版本都发给用户 让它自己进行选择 因为你实在是搞不清楚别人的电脑里面有没有装接日容包 或者是有的没了这些东西啊 它们的关系是高这个新的版本能打开旧的软件啊 这个文件 但是旧的文版本的打不开那些新的文件 因为就是上下接荣这样的一个关系嘛 那大家明白这个什么意思就好了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成功的职场人士 比如像我 可以存的两种格式给别人 当然你可以把它保存成什么呢 保存成为我们的PDF格式 就是在桌面上点击保存 那么PDF格式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可以看了 但是呢你怎么样 你不能修改 你看看不能修改 这个时候呢 网络上有无数的人问我 冯老师啊 客户给我发了PDF 但是我里面有些文章特别好 有些图片特别好 我里面想把它拿过来用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觉得你这种想法非常的为缩 但是我呢更坚 所以我教你怎么做出来 我们有个网站 大家都记得吧 跟大家说过这网站的好像 叫什么呢 叫smallpdf.com 点开 然后呢 点开这个smallpdf.com 这是一个英文的网站 对吧 但是呢英语老师使得着分头一张嘲 不不不不不不 是英语老师对我笑 这个有点怪怪的 不管了 反正主要就是把pdf to word 你可以呢 把它进行选取 然后呢 把它进行把你桌面上的文件 放在那里选择 那这个这个呢 这个软件的操作 这个英文啊 这是我最善的事情呢 我就不跟大家讲 大家知道这个网站 smallpdf.com 进行摸索一下 东西是一个免费的转换 这个网站 我经过数十年的辛苦 跟白发苍苍 注意得到这个网站 一定要底时间和你分享